大家好 这里是网易娱乐春节系列采访 我是主持人小易 那坐在旁边呢就是我们的友朋哥 哈喽大家好 我是瘦鹏 祝大家突年吉祥新年快乐 那你最期待就是咱们过年的时候什么活动呢 每年过年如果不是因为春晚的话 我工作再忙是一定会回家 因为其实除夕对我家来讲是比较特别的 我爸刚好是除夕生日 他又很喜欢做菜 可是那天就两件事情就一起做了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些仪式感 就会发红包啊 我们的年夜菜都会有吉祥菜啊 就是一定要有一只大鱼 年年有余嘛 然后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还要有一些什么竹笋炒肉丝之类的竹子 就是相声节节高声 就像类似这些谐音的吉祥菜是一定要有的 一个男孩子只要开始有收入之后 你就不可以再领长辈的红包 你就要开始回包红包了 就平拜是不需要的 可是对于晚辈和对于长辈都是要包红包的 所以我其实已经包红包很多年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感恩的季节 因为平常你没事送人家钱 人家不会要收的嘛 是 对所以趁这个时候 你可以讲一些肉麻的话 人家也会觉得很贴心 也不会觉得你很讨厌的时候 很舒服 对所以我觉得过年是个好时候 早期大家都称作你是人间小甜豆 那现在给自己一个就是形容死吧 形容一下现在的自己 甜豆他爸 哈哈哈哈哈哈 老甜豆 我可以继续甜 可以可以 没有了我没那么甜了 不过叫老豆可以了 20年的时候cover了一首歌叫泡沫 而2022年就变得特别厚了 当年唱的时候会想到说 这首歌在两年之后 完全想不到 我觉得实在不一样了吧 就是你叫小哥 好哥其实是不寂寞的 就总有一天会翻出来 那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他应该是拖了那个哥哥 披荆斩棘的服务 所以大家想找一些我的素材 那现在告诉大家 正式告诉大家 我正式回归歌坛了 哈哈哈哈 因为披荆斩棘给了我勇气 让我觉得我在唱跳舞台上 还是可以被认可 所以我已经发了第一首单曲了 叫做玫瑰急救香 所以待会有机会的话 我可以 我可以打歌吗 可以啊 然后接下来第二首单曲 也会在元宵节之前 跟大家会发行 叫做我最大的奇迹 希望大家可以去搜寻苏友棚啦 会有新歌啦 谢谢 去年的一年里就是 刚才你也说到哥哥这个节目了 大家都说女友 王兴玲 男友 苏友棚 你有看那个Sindy姐在那个 姐姐里面的一些表现 有啊有啊 她那个是名舞台 她去年特别出圈了 我有看到 大家看你在哥哥里面的表现 就是说 终于明白大叔看王兴玲是什么心情 我觉得不分年龄 看苏友棚也都会很开心啊 对 有没有什么就是对 娱乐圈后辈的 今年的一些期望 说到偶像 大家会被定义 你会被定义成偶像 那肯定是 大家对你的第一印象 就是你的外表 那其实是你的长相 那大家对你的第一印象 就容易成为你的标签 那通常长得比较好看 或是比较有观众缘的人 大家就容易觉得 你可能 就只是长得好看 所以你在其他的业务方面 你可能要更花更多的心力 才能够盖过你的长相 变成你的新的标签 所以大家希望大家继续加油 然后沉下心来 然后保持真诚 然后你要知道这个 我们比较好的观众缘 这个东西是你的优势 同时也是你甜蜜的包袱 那努力地接受它 然后赞成它 那有鹏哥自己有什么新年愿望吗 我就希望新歌大家会喜欢 希望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 苏尔鹏有新歌了 然后今年二三年对我自己来说 应该 我希望是个双管旗下的一年了 是歌手 苏尔鹏歌手的元年 对 然后同时也在电影 也可以听起来这样 太高 就是从这里 未经许的 而 New AL